行动管制令落实至今超过两个月 面临收入来源断绝的难民 刺激志工经过电话家访后 前往发放生活补助金 口中欠下的1200令吉 是孩子的医药费 诺克币还要为平日的三餐烦恼 慈激给予的补助金 犹如一场及时雨 发放现场志工也跟难民 分享素食的好处 也邀约他们在管制令结束后 一起做环保 汇聚点滴爱心 是受助者也是助人者 在投下竹筒那一刻 难民已发挥翻转手心的力量 大爱新闻真上美志工 和永康马来西亚报导 好 谢谢 感谢观看